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什麼唐水譜 今天這個環節又是大家很喜歡的 懷舊廣東話 廣東話是香港人都會說 但是有很多字已經不用 不過有很多繼續沿用 你又知不知道出書的來源在哪裡 我說的又是不是真的這樣 我就是不敢百分百拍心口告訴你 是真的 所以要繼續全揚廣東話 希望雜思廣譯 我講一樣 你又講一樣 他又講一樣 誰類近真實 多些資料湊合 我們就可以將廣東話的精髓繼續流傳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做老闆是很頭痛的一件事 但是做打工仔 少不免也要做的幾件事 就是 因為完全沒有錯理 你跟著的字就會錯 逐個字跟你說一下 蛇王 到現在大家都會沿用 什麼叫做蛇王 偷懶就叫做蛇王 為什麼偷懶一定叫做蛇王 有人說 因為經常香港有很多蛇出沒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那麼快捕到我又看不及了 尤其是屋邨經常會有 花袍 捐到民居那裡 馬上報警 警察都不會動 因為警察不是跟你捕蛇 警察不是跟你捕蛇的 警察是放蛇的 捕蛇要找蛇王 蛇王耳 蛇王分 蛇王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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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蛇羹那些 捕蛇的東西叫蛇王 所以你偷懶就一定被人捕 於是要有蛇王在這裡 這個解釋我不太認同 蛇王就是形容那班伙計 而形容那班伙計 不是一定要形容他們 有這麼不好的下場會被人捕 蛇王就是捕蛇那個師傅 叫做蛇王 如果你形容那個伙計 偷懶 那什麼叫蛇王 偷懶就是本身有的工作 他放下不做 他做其他無謂的事 甚至乎就這樣 在這裡 像什麼 以前 舊一點的社會 我們會形容一個懶人 我們叫懶蟲 再懶一點 大懶蛇 為什麼叫大懶蛇 蛇是不會勤力的 香港都會有的 受保護的 網蛇 很大條很肥 你見到他當數是不動的 給了一種懶的感覺 甚至乎他動或會覓食 他都是一種很緩慢的動作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不用說 第一,你找不到他 第二,就算看到他 都是一頂地打在那裡 不動 所以越大條越懶 叫做大懶蛇 由此看完巨大 他會覺得逢你戴那些 王者風範 難道蚊枝 白蛇主演有一條白蛇 然後那妹仔叫小青 小青呀,你看看你 整個人這樣 不是叫大青 又不是叫中青 叫小青 一條青竹蛇仔 大懶蛇 那些網蛇 就是蛇王 就形容人家懶什麼都不在那裡 蛇王 就是這樣解釋的 第二,你這麼多東西不做到吞撲 人家寫吞 吞是一個字 撲字是怎樣 三點水做個包字 這個其實是泡茶的泡 很多人約定俗成 生了撲就用這個撲 有這個字 康熙字典有這個 寫法就是這個 這個不是撲字 這個是撲字 廣東話九個音 撲,撲,撲 第三音是撲 第一個音是撲 吞撲 以後用這個字 記住 什麼叫吞撲 吞撲和蛇王有小許分別 蛇王就是完全放下手上工作 做別的事 甚至乎不做事 我睡覺 叫做蛇王 要休息 吞撲不是 撒住做 或者不要落十足功夫去做 一承下去做 或者門面上面做給你看 後面另外一回事 總之自己過癮,舒服,疏腹 這樣就叫吞撲 那為什麼吞撲 就會令到自己舒服呢 就可以卸著做 握著老闆 其實這個跟態度有關 自己為先 自己的利益先 舒服為主 吞撲是怎樣來呢 這件事應該都絕跡 但是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大家知道就算了 也不能學 就是什麼 鴉片 鴉片大家都知道 看電影都會見過 沒有人坐在那裡吸氣 躺在那裡 打橫的人 有支煙槍 下面有個油燈 看著 吞雲吐霧 肉仙肉死 這些形象化 告訴我們 鴉片是這樣的 其實對身體做了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說有些明令 吃鴉片 甚至政府允許它有個特別的牌照 吃鴉片這件事就真的傳 是不是有這樣的事 從來沒有人出來認證 有還可以 所以都是一個傳字 大家聽了就算了 鴉片為何會變成吞仆 鴉片是吸食 不可以吞 生鴉片 吞了就死人 之前有看 我說過 一代歌姬花影痕 吞鴉片服 鴉片毒 就是中毒死亡 鴉片就不可以整顆吞下去 有些人說 你把鴉片搓上一顆軟 用來咀嚼都可以 我這件事 我就不相信 因為過往 在舊時代 舊社會 所以會有人吞鴉片自殺 死了 所以要怎樣用來做飲食 沒有可能 但是鴉片是高狀 鴉片高 鴉片 用勾出一顆 搓成一顆軟 很多顆放在鎮上 用骨子放在鎮上 當然它是高狀 有些黏性 鴉片軟 鴉片軟 放在煙槍裡 有一個煙斗 煙斗 煙斗 不是福爾摩斯的煙斗 它有一個兜的形狀 叫做斗 出名的地方 就是廣東省雷州 比較文明 所以南宵伊也有說 雷州斗 鴉片燕高搓成的軟 就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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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州多餘水 木材質地特別不同 做斗 比較漂亮 放在斗 用火來探 鴉片燕高搓成的軟 就受熱 軟化了 開始熱 有一個撲出來 好像水棍 不過它不是水狀 高狀 有一個撲 穿了 有氣 大膽吸氣 其實在漲熱鴉片燕高 就是這樣 吞泡就是這個意思 吞雲吐霧 你真是不知時日 很疏乾 這就是吞泡 就是這樣 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不管別人的利益 完全為自己 這叫吞泡 有一個更加不好 剛才有蛇王 有吞泡 你看到可以散開它 有些是暗地裡做了 你不知道 老闆很頭痛 就是打斧頭 大家都聽過打斧頭 到現在都在用 那怎樣寫呢 就打斧頭 這把就叫做打斧頭 斧頭是鐵造的 有一個木柄 你打它做甚麼 你打它 你會痛的 沒有意思 但不是 不是打斧頭 寫這樣寫 廣東話叫做打斧頭 是的 我們都是叫做打斧頭 不是頭 是頭 第三音 頭頭頭頭頭 什麼叫斧頭 有一個洗潔精 叫斧頭牌 AXE 洗潔精 結力夠強 送在姐 有AXE 借家清晰 我們不是叫斧頭牌 斧頭也可以叫 都是這樣叫 但我們想想 打斧頭 沒有一個意思 什麼叫打斧頭 首先理解 打斧頭 打斧頭 即是有人從中 賺取一些盈利 亦都不發的盈利 即是換句話說 掠水 你給一百元去買東西 有二十元 放在袋裡 你不要管 現在吩咐你 幫我找一間超級豪華日本旅行團 二千多元左右 這裡五千 搞定它 大家吩咐你 幫我找一間超級豪華日本團 玩足九天 一千多元就好了 只有三千元 搞定吧 這個就名證言順打斧頭 好了 我們知道打斧頭 涵意是什麼 老闆就不會打自己斧頭 沒有需要 永遠是下人 伙計 打老闆斧頭 為什麼跟那把斧頭有關 有些人就說 以前有人去打鐵譜 我小時候也有打鐵譜 我見過 打鐵譜 師傅叫師傅打斧頭 當地師傅 就一定是用他的雜鐵 生鏽鐵 和你融掉 打斧頭 當然不漂亮 你想把東西漂亮 就自備 來了加工 師傅 這塊靚鐵 你給我打成鋼 給我一把斧頭 斧頭 做得做得 看這塊靚鐵 融掉它之後 拿著一半自己用 其他一些 我做一些雜鐵 生鏽鐵 給你打一把鬼看到嗎 給你一把東西 都挺利 挺小的 其實他就掠水 掠起了一塊鐵 就留在自己日後用 自己的工具 有一個這樣的來源 試問 有多少戶人家 真的試過去找師傅打斧頭 斧頭是否家家戶戶刀有用呢 就算你說農村社會 用菜刀當然 砍柴就用斧頭 不是 砍柴就用柴刀 所以真的斧頭 在一般的文用來講 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所謂的打斧頭 即打斧頭出來這個 我覺得不成立 好了 有學者就說 這個厲害了 他就說打斧頭 其實就是跟杜量行裡面的良氣有關 因為古代杜量行裡面的良氣有鶴 有這個鶴字 這個鶴這麼多重量裡面的容器叫做鶴斗 我們那時候經常說 有錢人我想娶你女兒過門 我有十鶴明珠 十鶴明珠 很多粒珍珠 很值錢 他就說應該是鶴斗 但是他就說鶴有第二個發音叫做鶴 叫做鶴斗 所以人在裡面 譬如這個容器裡面有很多東西 你拿起部分 不足料的給人 即是裡面就打斧斗 打斧斗一路演變成打斧頭 如果這個是容器的話 雖然有兩個讀音 如果你說是讀鶴的 這個鶴不是容器 不是容量 如果說容量是鶴 就不是讀虎 叫做鶴斗 你知道打鶴斗 就不會叫做打斧斗 打斧斗 那樣東西就不成立 就不是變成這個容器了 這個是我自己的理解 希望有識之士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是不是真的這樣 大家研究研究 沒有說誰對誰錯了 我們希望找最接近真實那個 有另一個通俗些 但是我覺得最為人接納的解法 老闆給錢你買菜 老闆給錢你買菜 那時候十元 十元很多 打斧斗 拿一元 司機錢代賣代賣很多 這些叫做打斧斗 真正吃大茶飯 打斧斗 你想想哪些人買菜 會買得多 就算大戶人家 你的工人買得多少菜 不是餐餐太魚太肉 真正那個買板 買東西多的 跟店舖又熟 那個叫誰 當然是廚 那時候大廚自己去買菜 跟店舖又熟 可能有回湧 甚至乎有折扣 老闆給錢 今個禮拜我買了菜 買多少米 買多少魚 多少菜 雞蛋 這個廚 現在就叫做大廚二廚 那時候不是 叫做火頭 火頭小福星 叫做打火頭 然後演變成打斧斗 就是這樣 為何要打呢 又要講一下了 廣東話真是千變萬化 打不一定是一個 一定是動詞的 但是不一定是打擊那個打 不是說攻打那個打的 打有很多不同的關係 我之前也都講過了 打就是連接 即是說同埋 阿婆婆打老爺 即是阿婆婆和阿老爺 阿兒打六 阿兒和六 即是八 我們有打單信 打單 即是恐嚇信 勒索信 打單就不是告訴你 你是一個單身人士 恐嚇你叫做打單 打風 風就是風 為何要打風 風不會打人 眼睡 打喊路 這個不是打 這個是一個動作 所以叫做打斧頭 一個動作在裡面從中獲利 拿這些小便宜 就叫做打斧頭 這個斧頭是誰打的 那些火頭 所以叫做打火頭 就變成打斧頭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我這個說法 以上就是三項 大家記住 選火器 不要選這三項 蛇黃吞波打斧頭 做老闆一定要微精眼睛 日後繼續發掘多些不同的 有趣味性的廣東話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上就是今集的內容 大家喜歡的話 分享給多點的朋友 學多點廣東話 尤其是舊的廣東話 告訴我你喜歡聽些什麼 給我看廣告 多謝